主料,鸡蛋两个,肉末100克,辅量,葱姜蒜,盐和鸡精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好肉末和两个打三个鸡蛋,肉末用葱姜蒜末和适量原鸡精调好,平底锅或者电饼车烧温热,用汤匙舀一勺蛋液放入锅中,在一侧放上肉末,趁着蛋液上层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,就把蛋皮的一边叠到另一边上,撑出即可。 烹饪技巧,做好的蛋脚不能直接使用,因为肉线是生的,必须要经过烹饪直熟之后才能使用。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